卫生部长严金勇指出 为了应付人口老化 私人医院必须和其他医疗服务业者更加紧密的结合 如分享病患的电子病例 才能确保年长患者无论转到哪一家医院 都能够获得延续治疗 来看记者薛之辉的报道 卫生部长严金勇 上午为斐瑞医院主持开幕理事表示 私人医院在本地医疗护理体制扮演重要角色 提供近两成的急诊床位 他建议私人业者改变服务模式 应付人口老化需求 如增加老年医科和康护护理服务 提供跨学科治疗 以及确保患者获得延续治疗 位于花拉公园地铁站旁的菲瑞医院 是本地的第11家私人医院 也是唯一结合医院和五星级酒店 为一体的综合医疗护理业者 拥有220张床位 自2014年底逐步投入运作以来 已治疗了约3000名病患 院方表示他们的电脑系统 能衔接到国家电子健康记录 至于是否要采用 还得考虑几个因素 部长表示即使是私人医院 严确保年长患者 能享有负担得起的医药费 提供有效和误超所值的治疗 这包括在选用药物时 以药物的功效为主要考量 而不是专挑名牌厂商的药物 新传媒新闻记者薛书慧报道